視頻 Erika 的戲到了 什麼東西 Rolig4 真的 開開開 到了 今天真的很開心耶 早上真的就是像他們大家在網路講 早上在門口踢到禮物 真的就是踢到無大箱禮物耶 而且還是從美國Royalty縫計來的 真的是太感謝他們了 為什麼後面有這鋼圈呢 因為呢 他得知我們這次要做一個長期追蹤 然後我們用我們的7.5代Golf Varian R-Line 來打造一台Forge的專車的時候 他就贊助了我們整套的鋼圈 整套耶 天哪 又不會太好 所以呢 而且呢 他很大膽的跟我們講說 我贊助你呢 兩顆不一樣的鋼圈 我說兩顆不一樣的鋼圈怎麼裝呢 怎麼裝 東西來了 他說呢 一邊我們裝這個樣子的 很漂亮有沒有 很像Benly的鋼圈也有設計 Royalty縫我就不需要太多介紹了 因為大家在海拉風或是在VH車系裡面 Royalty縫應該就是大家的標杆 因為他們太有個性了 他每顆鋼圈設計都很好看 另外一邊呢 我們會裝這個樣子的 他說呢 因為我們呢 不可能同時看到四顆輪胎 所以一邊車子會用這個鋼圈 就長這個樣子 一邊又長這個樣子 你看他們多有想法 所以你開出去 人家從左邊看是這個樣子 右邊看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你整台車就超有個性 那是不是有些朋友呢 換了鋼圈呢 可能呢 喜新厭舊比較重的人 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後 覺得說 哇 我的鋼圈我想換樣子怎麼辦 又要花大錢 整台要換掉 不用 Royalty縫有幫你想到一個很屌的東西 他們出了一個叫Aerodesk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把這一顆鋼圈 變身成另外一個鋼圈 就在短短的幾分鐘裡面 現在我來弄囉 你看有沒有 天啊 在短短幾分鐘以內 你把這個Aerodesk 鎖到原來的鋼圈上面 他就呈現一個很復古的 他們叫 英文叫做Turbo Fan Wheels 我們以前呢 我們之前公司有一台GT3 也有裝過Forge Turbo Fan Wheel 所以Turbo Fan Wheel這個設計呢 在歐洲是很盛行 因為他很復古 然後放在 尤其在VH車上的話 真的很速配 然後呢 你看看這邊這個白色的 你覺得 從剛剛的鋼圈又變成白色的 就是整個幻染一新 新的鋼圈對不對 你覺得他們的設計裡面 只到此為止嗎 沒有 你說什麼 他們還可以變出什麼花樣呢 太誇張了 來 他們好到呢 在官網裡面呢 他有設計了 好幾款已經設計好的貼紙 那你就可以在這些貼紙這邊呢 他的設計呢 點下去 比如說 我現在我這台車子 我喜歡有那種轉的時候有速度感 我就點了這個設計 你看 他就會出來了 下面還有不同的配色給你 都幫你設計好 所以你把這個你喜歡的設計呢 送給呢 輸出的店家 他輸出以後啊 你把它貼在這個上面 你的鋼圈呢 就又有你自己的風格跟設計感 我覺得弱滴鳳真的 在這個方面 他真的是贏了大家所有的鋼圈 因為海拉風跟我們的旅行風 我們就是想要跟別人不一樣嘛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貼在這個上面 然後呢 當你呢 又看膩這個照片的時候呢 或是這個貼紙的時候 你又可以上他們的官網去下載 另外一個你喜歡的圖案再貼 所以你永遠不會看膩你的鋼圈 我覺得這真的太棒了 那我跟你講 講歸講 我們話不多說 趕快把鋼圈裝到車上吧 走 我們現在在那個我好朋友的輪胎店 他們是叫賀傑輪胎 賀傑輪胎 對啊 俗稱台中市南屯區的梁朝偉 有像嗎 多少有一點像 好啊 快點我們講正經事 那我們進來呢 對 我們今天來這邊呢 我們 我們的GOLF 7.5 長期追蹤 我們現在要來裝我們的鋼圈跟輪胎 對 那我想借這個機會 我們跟我們的 我們的讀者也好 我們的 這些 按讚的朋友也好 或是想看我們的視頻 來教育一下 如何選鋼圈跟輪胎是正確的 那我們首先 我們現在講鋼圈好了 怎麼樣選好了 來 我幫你拿 因為 我們今天選擇的是 這一顆Loket Phone的旅圈 對 那它搭配的它的J值 是8.5J 8.5J 對 那它的ET值是45 那 8.5J 19吋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用原廠規格 換算上來 大多數的人 會裝225 35 19 這個規格 好 那我現在有兩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們 幾階也很重要 對 那ET值應該也很重要 對 選錯的話會有什麼後果 對 ET值選錯的話 其實就是 最明顯的就是 內縮 不然就是外凸 對 那內縮的話 還有一個 我們可以 加個電片 加長螺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外凸的話 基本上就是 要重新訂購 因為外凸可能會 導致少到葉子板 對 那內縮太多 可能會去撞到 應該避震器 撞到避震器 或者是內輪管 所以其實 ET值選不對也很麻煩 對 所以其實 以這台GoFairRound來講 ET值45是正確的 對 所以算蠻標準 蠻標準的 那我看你這邊 你有拿一些東西來 我們也跟 讀者講 這些觀眾講一下 我們大概要講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比較 比較 容易忽略的地方 OK 因為我們一般讀者會覺得說 我們訂來的旅圈 我是什麼車的 我跟你訂來的話 應該是直上 但是它所謂的直上 其實是 ET值正確的 J值正確的 寸數孔位 TCD都正確 但是忽略的一個就是 它的 中心軸 中心軸 因為 VAG車系的話 它有分 57.1 跟66.6 簡單來說 因為 太仔細 他們可能聽不懂 就是說 它來的話 通常都是比較 統一的 比較大 對 然後所以你 放上去的時候 可能攝影師幫我們照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其實它不是 100% 在中心的 所以 假如說我們這個 我們來先試一下 這個放上去 如果不用 中心套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是會晃動吧 對 你看 這一顆鋁圈 你看會上下晃動 那如果 這樣子的話 我再鎖螺絲下去的話 會有什麼 後果呢? 其實 這個 在鋁圈上 上到這個車上的時候 最初 已經 沒有一個 置終點了 所以 抖動的問題 就會從你改裝的 這組鋁圈之後 開始產生 OK 因為它 沒有裝 我們台語所謂的 塑心 所以它 鋁圈沒有自中 所以導致它會 不是完全 在中心點 所以它可能會有 動動的問題 所以要注意 所以消費者說 有買鋁圈要看 這個東西 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馬上示範給 觀眾朋友看一下 是不是這樣 對 好 我們現在 把它的中心走到 裝上去之後 裝上去之後 對 我們再重新合過一遍 哇 完全中心了 而且不會上下 晃動了 你看 不會動了 好 然後 我們之前 也有看到 我在國外的時候 其實螺絲 鋼圈螺絲 也有美感的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因為一般 第二個會忽略的就是說 就這邊 可能那個 倒腳的角度 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一般 訂購來的鋁圈 我們都會覺得說 應該要 直接用原廠的螺絲 就可以 對應 對 但是因為它 畢竟它是改裝圈 改裝圈的話 它對應的 車種其實蠻多的 所以有時候 在 鋁圈這個 它 鎖鑼絲的 錐度 分子有鞋錐 元錐 圓球狀的跟 smaller 鞋錐的搞錯了 鎖上去的時候 最共振 leading to chair 真的是虛的 不是 knots的 所以坐著鎖的 rubber 會有安全的拷兩座 對 對車輛的安全性 就會比較有直接的關係 我還第一次知道原來 其實我們以前很簡單就是原廠的螺絲拆下來 直接再鎖上去 可是其實要注意的是它有錐度的問題 像這裡有講的 你可以看來 你幫我拿一下 這個是斜錐的 這個是圓錐的 所以你要看一下 合一下到底 你這顆鋼圈到底是圓錐還是斜錐的 我相信如果你去底盤店 這些師傅應該都會跟你講 他們應該都會知道 那當然因為我跟阿派已經認識很久 我都是給阿派用的這樣子 OK 那其實鋼圈的注意就是ET值 然後有沒有中心的這個 中心軸套 這個很重要 然後還有我們的螺絲追度 那在於輪胎呢 我們要注意什麼 輪胎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以我們現在這一台車的原廠規格 二五四六十八 好 直接升級 升級上來的話 我們的選擇是用二二五三五十九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會選擇二三五三五十九 這個規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原廠的鋼圈的 這一支並沒有那麼大 喔原廠很像走七點五還是 對 七J七點五 差不多是在這個範圍 那我們現在 那這一顆 可能要 因為我們懂啦 那可能我們要在細部結束就是 所謂的七點五J是它的寬度 對 七點五 那這個八點五那當然一定就會比 更寬 更寬一點 那如果我們八點五比七點五寬一點 我們就可以裝更寬的輪胎 對 導致它不會變成有點像 不會尖尖的 尖尖的那種感覺 裝上去我們看起來就是會尖尖的 那因為有一些 絕大部分改裝的車主 他們 用了原廠的升級規格之後 會有一個問題產生 就是說 好久了以後 輪胎的內設裡面 可以磨到磨光了 磨光了 它不一定是定位角度的問題 因為 定位角度做得再好 你把一個 不夠寬的東西 裝在一個很寬的東西上面 它是呈現一個尖的形狀 那尖的形狀之後 我們車子都會有 外勤角這個部分 外勤角大一點點 或是小一點點 它都是算有外勤角 那有外勤角的話 它的內部 這個轉角的地方 磨耗會特別快 對 所以會造成說 外部 可能還有六七層 但是內部已經都磨光了 對 所以輪胎的選擇 對 寬度也要經過 有經驗的 像阿派這樣 有跟你介紹 對 我們一般就是建議 當然我今天來裝的時候 也有 問阿派說 我們到底要裝什麼輪胎 他問我說 其實 我們第一個 我們講輪胎 大家都想到貝奈利 對 或是米其林 對 但是你今天是介紹我這個 KUMO的輪胎 對 這是景福的輪胎 因為這條輪胎 那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你會介紹 因為它在景福裡面 這個 Esta的系列 它的系列裡面有 兩個型號 一個型號是 PS91 一個是 PS71 那這兩個都是屬於 他Esta系列的性能胎 對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PS71 因為 第一 我們還是以路上街跑為主 是沒錯 街跑為主的話 他PS71的配方 輪胎的胎幣也比較硬一點 它的胎質 也沒有 91那麼的軟 那相對的 它的磨耗會比較好 那當然它的乘載跟速度等級 都已經來到了91Y 我們一般的使用都 綽綽有餘 91Y 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你要不要講一下 91的話 是它的輪胎的荷重 荷重 OK 那這個Y Y的話 真的是速度等級 喔 Y的等級 喔 我知道 很像有Y或Z或ZR 對對對 WR VR這些的 但是在Y來講 它已經算是一個性能台的代表 OK 它可以跑高速 對 對 那當然這個 大家其實看到 都會問到說 所以你會介紹到 因為它的CP值是比較高對不對 當然 因為它的價格應該不會像 它的價格會比較親民一點 對 對 對啊 那像我們這樣子 一顆這樣子的話 市售大概是多少錢 我們一般來講 市售的話大概在5500塊左右 19吋餒 對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它的CP值相對的話 是蠻高的 我還在1顆19吋 要1萬多塊的那種年代 怎麼會這樣 1萬多 是我老了嗎 應該不是 應該你都用 米其林習慣 喔 對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這個 對 所以你覺得它跟米其林比起來 以它的5千塊這個東西 它CP值其實是 對 當然沒有100%說可以跟米其林相較 對 我們不要去攻擊人家 對 但是 以它的表現來講 這個價位 它的CP值算相當高 OK 那我們就來 裝好以後 我們來真正入試一下 好 我們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我經常問到 我們客人會問我 假如說我今天 你看一下是23535 19吧 對 19吋 對 那因為我覺得我這個太 這樣子 太扁 345 那我想要用23545 19可以嗎 不行 不行對不對 對 因為它覺得這樣會比較舒服 嗯 不是 因為如果說 有 避免彈跳啊 乘坐感舒適的問題的話 其實就不建議它 把輪胎升級到19吋 所以變成就是說 因為這樣應該 以我所知啦 對 我們之前上天說 你如果這樣亂改的話 它是不是 它的整個的 總面積的那個大小 跟它原廠電腦設定不一樣 所以 它的表也不準 ABS 最直接的就是影響到輪速 還有剛剛說到的 ABS的作動 因為輪速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不能亂改這個後部 對 所以如果它真的要 335變45的話 就叫它降成18就好了吧 應該是這樣 它如果變到45的話 就變成 22545 17了 對 18吋的話 是40 所以在這邊要跟 大家說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真的很舒適 可能就是 17 18 台幣比較厚一點的話 對 不能自己覺得 19吋 我把台幣加厚就可以 對 其實它這個對於你的 輪速阿 你的儀標板 跟ABS 都會造成一些 不穩定的東西 對 或是不正確的 所以這樣會造成行車安全 對 OK 還有什麼需要跟大家講的嗎 還有它還有一個特點 這條輪胎的話 這條輪胎的話 它 KUMA原廠它設計這個性輪胎的時候 它畢竟 在胎幣保的時候 對 它還是必須做一個支撐性 嗯哼嗯哼 所以這條輪胎它後面有多一個XL XL 它是加重的 對 它是加重的輪胎 所以 變成我們在改裝的使用上的話 後續的 它的一些 輪胎會產生的問題 當然相對的會降低很多 OK 所以它就是 它的胎幣 剛性阿 很好 對 跳花阿 這些問題 或是騎一個像 那個 青春痘那樣子 對 波浪狀的東西 對對對 或是你是停車停久了 對 它會有一些 就是不增圓 這樣 對 就比較不會變形 對 所以 胎幣的支撐訊息相對是 對點平台來講 很重要 對 感謝今天 阿派的詳細跟我們講 謝謝 我們為什麼要 選擇這個輪胎 為什麼 然後鋼圈我們在裝的時候 有什麼做 那我們就 趕快把鋼圈裝好啊 我們要看啊 可以快一點裝嗎 可以啊 你是你一直在拖我時間 是嗎 我以為你等一下就喝咖啡 哈哈 可以 每一 passages 各種都由於 謝謝 你 請 來 請 好,再次感謝你,RodifoneUSA 為我們幫助這個Mk7.5VV 現在的車看起來很棒 感謝你RodifoneUSA 最後 我這邊要感謝Rodifone美國 幫助我們這次的改造 這台7.5代 讓我們這台7.5代變得這麼的帥哥 然後呢 希望這一集呢 有幫助到各位 在鋼圈的選擇 輪胎的選擇 有一些很好的一些information給你們 那我們下次見 然後我們會再努力拍更多的視頻給大家看 謝謝大家 記得去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不然你會不知道我們哪時候更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